哈喽我是迷流哥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就在今日发布了五周年庆祝活动 今日可以抓到飞翔皮卡丘 超级可爱的皮卡丘 不管你是不是已经很久没有玩了 下载回来捕获这只飞翔皮卡丘 我想都是非常值得 毕竟它真的好可爱哦 首先先感谢蒋教授授权使用图片 五周年的开始时间将在2021年7月6号10点 就是今日的10点 到结束时间2021年7月15号的晚上 8点活动内容将有第一世代 到第六世代的宝可梦御参加 于地图上出现 那某些宝可梦呢 会被这个幼耳模组给吸引 那有些宝可梦会有于团体战登场 所以各位玩家请注意哦 有些宝可梦不一定是在地图上出现哦 活动期间幼耳模组的效果时间 延长为一小时哦 这一次的火红不导翁有异色的宝可梦哦 火红不导翁的异色宝可梦非常的好看 我觉得达摩沸沸也蛮好看的 还记得有一部电影还是电视剧我忘记了哦 在达摩沸沸跟火红不导翁是在守护一个 类似青铜钟吧 类似青铜钟的一个东西 然后达摩沸沸沸为了不让他掉下来塔掉下来 达摩沸沸在那边撑很久 火红不导翁为了找食物都去偷拿食物给达摩沸沸 对了我已经忘记这一部影片叫什么名字 有知道的朋友们欢迎在底下留言给我知道哦 旋转补给站的话会有活动限定的礼物贴图 还有这一次我认为非常重要的幻兽之一 使用神秘盒子就会有机会预见以色的美露坛 所以各位朋友们喜欢美露坛的 记得不要错过这一次的以色美露坛哦 还有游戏内容更新包包容量上限将会增加至3500个 在活动期间内啊完成收藏家的挑战 能预见带着五字样气球的飞翔皮卡丘 并获得神奇糖果和大量的精灵球哦 田野调查旋转宝可梦补给站有机会获得活动限定调查课题 活动限定课题将有活动标签可辨识 其外光为金黄色 这些宝可梦啊会有很多任务哦 比如说捕捉五只宝可梦 五个素果还有拍照 投出五次鬼还有传送五个友情礼物 宝可梦补给站拜访五个 这些呢解完之后呢就会有这些宝可梦出现 那我就不一一赘述 最后最后是我们的属席研究特殊调查 第一个任务是结交一位新朋友 捕捉三只拥有天气优势的宝可梦 孵化一颗蛋 就会获得两颗幸运蛋 迷离龙还有经验 第二个任务是和伙伴一起走路 取得一颗糖果 为迷离龙拍摄一张照片 还有让迷离龙进化 就会获得入场券 经验及幸运蛋 第三个任务是强化宝可梦十次 在超级联盟与其他训练家对战 参加一场团体战 就会获得两颗幸运蛋 还有经验 还有星星碎片 第四个任务 捕捉五只不同的宝可梦 这边特别注意会获得小火焰猴 还有在田野调查的突破性进展 或团体战中 捕捉一只传说的宝可梦 就会获得波加曼 孵化三颗蛋的话 就会获得草苗龟 特别奖励的话是两颗幸运蛋 还有伊布跟经验 第五个任务是为伊布 拍摄一张照片 传送五个有情礼物 交换三只宝可梦 就会获得拉普拉斯 这个不错 还有经验跟幸运蛋 第六个是结交一位新朋友 跟赢得一场等级三以上的团体战 还有让一只哈克龙进化 就会获得两颗经验 还有经验经验 对没有错 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也记得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知道 好的后面的话 是我们抓到火红不倒翁 及飞翔皮卡丘的画面 似乎是没有抓到火红不倒翁 不过后面的话 我会再继续努力 那各位也一起加油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请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加开启小铃铛 记得要帮我们订阅 随时要回来帮我们看一下影片 谢谢各位收看 我是比特哥拜拜 拜拜 好 好 来吧 1 2 2 2 1 1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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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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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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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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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